博明翰破产,让港人反思BNO移民 英国第二大城市博明翰的市政委员会日前宣布破产 港媒7日评论称英国地方政府入不敷出,理财不善 让世人看清英国政客欠缺政治担当 为有意或以宜居英国的香港人敲响请忠 博明翰宣布破产后,有港人发现街上垃圾变多 清理变慢不少,不少香港人担心加税 还有港人发现博明翰不少市政工程已暂时停工 现在市政府提供交通补贴有很大概率在10月底取消 还有港人最近发现通过银行自动转账支付市政税时被多扣了钱 原本每月交100多英镑,突然变成660英镑 致电市政府求助,热线电话却长期无人接听 令他们非常无奈 博明翰宣布破产后,有移民顾问特意拍摄视频 向你定居博明翰的香港人太定心丸 称民众生活暂时未受太大影响 但视频承认,博明翰未来十年发展未必有太大起色 还是选择其他城市较为稳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